hello大家好,我是尚尚砍王道奇頻道 那麼今天我們會為大家帶來 蛇摸之打全新合作的介紹 沒錯,正式跟我的英雄弦樂展開合作啦 那這次的合作呢 即將會在12月13號的時候登場 那合作的內容也就是動畫第五季的內容喔 那這次是只有為期三週的一個合作喔 所以這次的合作呢 大概就是大家畫面中可以看到 這些都會是我們的十抽卡片 基本上就是我英高中 雄英高中的時候的那些角色啦 所以這次的合作呢 大家如果說喜歡我英的朋友 可以關注後面的一些活動內容 好,那並且在這個宣傳影片最後面 有這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這段動畫代表是什麼吧 就是那個One for all 也就是歐爾麥特 那即將會推出 所以大概是一個這樣的宣傳片 跟大家做個介紹 好,那這次的我英呢 他有這個三大獎的技能 也搶先釋出的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好,那先來看這個一趴大獎 綠谷喔 他的隊長技能 這邊我們看一下 他的隊伍中只能帶人類 並且全隊攻擊力是7.5 以及生命力額外1.8 那綠谷自己的攻擊力在額外3倍喔 消除三種以上的屬性珠全隊攻擊力在額外3倍 並且木跟光兼具50%的其他屬性效果 所以這隊主要就是以木珠以及光珠 作為主要的攻擊珠子 那為什麼是光珠呢? 這個應該就是原作的設定了 因為他就從那個歐爾麥特那邊繼承能量了嘛 繼承能力 所以大概是一個這樣的一個設定 好,那這一次的綠谷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伍技能 他本身的隊伍技能呢 這邊有寫說 他有兩種型態的隊伍技能 第一種型態也就是 綠谷自己本身作為隊長 副隊長用其他雄英高校的成員 那這樣就可以觸發到這個隊伍技能 必然增加轉出4秒 並且無視風暴 無視黏斧 那綠谷以外的成員攻擊力2倍 那隊長技能 這邊有看到 隊長技能的話是綠谷 他自己本身就有倍率3倍嘛 所以綠谷在這隊的傷害 還是比較高的 好,那再來看看 如果說你手P消除一種 一組珠子的話 綠谷他自己直行就會掉落一粒木強化珠 那綠谷直行消除一粒5顆木珠的話 把綠谷自己在額外4倍的一個界王拳 所以綠谷他本身就是這隊最大的一個 內建界王拳的角色 好,那再來的話 所有成員會無視固定連擊盾 無視攻擊盾 綠谷他本身發動技能的回合 所有傷害不會使你死亡 好,那大概是一個這樣子的設定 不過這個是第一版本的隊伍技能 如果說你以這個雙綠谷作為雙隊長的話 就會觸發到第二版本的一個內容 好,那第二個版本這個呢 雙隊長都是綠谷 就可以觸發個性黑邊 那這個是第五季的一個內容 好,那這裡的話 12秒內可以任意的移動符石 並且 將一通符石碰觸到的符石 變成人主強化珠 所以你是可以整版的人主強化珠沒有問題的 好,再來是束縛敵方全體 並且使受敵方影響無法行動 那敵方也會轉成暗屬性 如果敵方是可以控制的話 好,再來的話 效果期間呢 敵方的防禦力減至0 他講的是束縛的期間 好,再來是綠谷初九的EP加25 他這個觸發條件也就是開龍科 就可以觸發到了 好,那這個為什麼要加EP加這麼多呢? 等一下看一下他主動技能就知道了 這邊我們直接跳到他主動技能 他主動技能又有雙技能 第一個主動技能就是25了 所以每開一次龍科能量 他是可以一直開的喔 一直開的喔 就很像是之前的一些角色 都可以開這個龍科嘛 好,消到100%能量就可以一直開 好,那這裡的話 他第一劑 德瓦拉暴風暴睡風 他可以引爆所有符石及石化珠 如果隊長是綠谷的話 則會掉落固定數量的屬性符石 好,並且一盒內自身攻擊力5倍 跟連擊固定為20喔 那為什麼是20呢? 這個在前面幾季喔 就是他每次都會搬動手指嘛 那手指的話 就會黑青要不能用 那總共他好像只能搬20次喔 這個是原作的一個設定 所以這邊就設定給他20 combo喔 好,那你覺得第一劑已經夠誇張了嗎? 沒有,他的第二劑更誇張喔 他第二劑是這個EP100 但你有疑問啊 為什麼他這個一開始介紹EP呢? 沒錯,這是神魔角色唯一一張 是可以不用變身就直接 他一進場就是EP了 所以他其實沒有CD制的一個技能 所以他一進場就要靠EP來做主動技能的輸出 好,那他第二劑呢 是這個one for all 100萬% 好,那這裡的話 總共這一個就是 應該把他強化成是極限界王拳啊 因為他這個背率真的是非常誇張喔 他可以引爆所有福祉及石化珠 並且隊長是這個綠谷的話 掉落固定的數量位置的五屬 加上新珠的強化珠 那並且根據我們剛才的隊伍技能 如果你雙隊長是綠谷的話 還可以把他變成人類珠這樣子喔 好,那其他成員不能發動攻擊 只有他自身有10倍的界王拳 這個10倍你不要感覺好像主動技能很低 但是搭配上大概他的一些隊伍技能 是有額外4倍 他隊長技能在3倍 所以總共這才是120倍以上喔 更甚至這邊還沒有算他的武裝龍科 好,那根據官方說 他會出專屬的武裝龍科 這可以期待一下 好,那連擊速固定為100 那這個就很噁心 第一個可以達到這件事情的角色 好,那回合結束之後我方 防身秘力-1,自身進入4回合疲憊狀態 那除了他以外的熊鷹成員是進入亢奮狀態喔 那為什麼會進入疲憊呢? 大家有看原初應該都知道 他每次使用1for all的技能之後 他就會開始瘀青啦 就是需要被救助的 所以他其實就是極限大爆發的那種感覺啦 好,那這次的綠谷呢 整體來講算是蠻強勢的一個隊長 當其他隊的隊員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強 因為這個技能還是比較消耗1P的 好,那這邊我們來看2獎 2獎大家應該也知道啦 就是爆豪 那這也就是第一季跟他一起來的死對頭 好,那這邊他的隊長技能呢 主要是做這個火屬攻擊力7倍 那整個火隊都可以去帶 不僅限於人類 只不過火人是進場可以減CD的 好,那火屬性的攻擊力7倍之外呢 生命力跟回復力在額外1.8倍 不過這邊有一個要注意的事情 他沒有寫說只有火屬性喔 所以他的其實可以借其他的屬性 不過那個被借的卡片就沒有 他那張卡片就沒有這個攻擊力 好,那再來的話 延長時間1秒 他這邊沒有必然增加延長 所以有延長 好,那自身進場CD-5 爆豪他本人CD就是5 所以一進場就可以開他自己主動技能的意思 好,那再來 敵人所受傷害額外 追打傷害額外2倍 那個追打呢 主要來自於他的隊伍技能 就可以一直追打 好,所以 這張卡片主要是玩這個追打的感覺 所有成員對目標攻擊力1.5倍 好,那我們這邊直接來看一下他的隊伍技能 他的...呃... 欸?這邊是先看主動技能嗎? 好,主動技能也可以 主動技能的話是CD-5 好,CD-5剛才我們提到嘛 隊長技能就直接-CD了吧 所以這邊的話 就直接 進場就可以挑這個...爆豪 那爆豪的技能開下去呢 除了他這個CD可以-5 所以每回合都可以開他主動技能之外呢 等於是每回合都可以 把爆豪自己的技能給...解鎖 再來D 第二個是 點選一粒浮石 必以該浮石為中心 引爆3x3的浮石 掉落水火木強化 欸,這個是不是小西蒙的一個技能啊 所以移植到了主動技能上 那他的主動技能有辦法開的話 其實就每回合都可以一直解鎖 所以等於是每回合都可以有這個... 引爆的功能 所以這隊是不缺火珠的喔 好,那來第三個 對敵方造成...呃... 攻擊力500的火屬性傷害 大概是一個隱身盾直傷的那種感覺 好,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隊伍技能 他隊伍技能也是...用這個... 爆豪作為成員就可以觸發了 所以他這個... 當其他隊的隊員... 也都是可以的喔 好,那爆豪的話 每次引爆符石就可以獲得爆裂元素一個 爆裂五次就可以獲得五個爆裂元素 那如果說爆豪有五個爆裂元素的話 那爆豪自己就會追打最高是五次 好,這邊有寫喔 好,那這裡的話 持有爆裂元素的爆豪呢 攻擊力會額外的1.3倍 所以是越爆越強的一個設定喔 好,無視敵方的防禦力 那再來的話 回合結束爆豪減少一個爆裂元素 所以... 他就是要嘛就是一直爆 如果說你一直沒開技能的話 他就會... 呃...減少 所以這邊就是爆豪... 蠻符合爆豪的設定嘛 他就是... 就是一直爆破一直一直爽的那種角色嘛 好,那這裡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呃...更多隊伍技能 如果你作為雙隊長的話 就可以觸發到這個喔 其他符石兼具有火符石效果 加上火兼具50%的新墓石效果 所以這隊要回血的話 只有火珠跟新珠是... 呃...回血珠 那爆豪他持有爆裂元素的話 自己喔 也就是爆豪自己本身 可以無視三屬五屬盾 那爆豪他持有的爆裂元素越多 爆豪攻擊力在越高 持有四個可以提升最高五倍 所以這個就是... 呃...就是要一直開他的主動技能 所以這隊玩法其實單純簡單 就是一直開爆豪技能 一直炸一直爽 好,再來就是消除火符石的時候 所有成員追打一次增加五連擊 那火符石也不用擔心嘛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他主動技能 爆豪的主動技能 你可以點選一個符石 他會直接把你炸出火珠來喔 所以這隊是不缺火珠的喔 那火屬性的成員每次發動攻擊的話 爆豪以及切倒瑞爾郎 cd-1 最高每回合可以-cd-2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主動技能 那爆豪的技能是相對好懂 就是一直開他技能一直火爆就對了 那他的這個隊伍技能 呃...熊英的成員 生命力及攻擊力機質1.3倍喔 這跟一趴大獎一樣喔 就是一趴大獎也是有這個... 呃...熊英... 熊英的系列成員也是1.3倍的生命力及攻擊力機質 所以這邊就是還是...呃... 帶熊英系列的會有比較高的基礎生命力 好那這邊的爆豪...呃... 目前看來最好的主法應該就會是整隊都是爆豪 感覺是...就是生命力會是最高的 攻擊力也會是最強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二個惡獎喔 也就是烘焦洞 這算是前幾季 也算是非常亮眼的一個主角喔 那這張呢...呃...主動技能跟隊伍技能 也是跟他的角色設定去...呃...相關的 因為在原作中呢他就是冰與火的融合體嘛 就是他...他爸跟他媽的個性結合在一起的一隻角色 好那這隻角色呢是水火以及熊英高效的成員 的攻擊力7倍生命力回復力1.5倍 所以他的牛棚相較前面兩格來講是更加的廣 水火都可以整個都可以 不限種族都可以成為他的隊員 延長轉租時間2秒 一樣是沒有必然增加轉租時間喔 好那一樣消除水珠減傷 消除火珠攻擊力增傷 好那你消同時消除水跟火就可以吃到完整的這個... 這個...隊長技能的效益喔 好那這邊我來看一下他的隊伍技能 呃...主動技能 先看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有兩個技能是你可以選一個技能發動的 Cd8 那如果說你是選這個...呃...冰的這個方面的話喔 他就是總共有五個效果 第一個是將水跟星變成人族強化珠 兩回合內直接冰凍敵方全體 並且把敵方變成水 那三...呃...第三個效果是 左邊三子行掉落...手批掉落水珠 那這個會依照你消的珠子 最高是掉落15顆的水珠 呃...水水性其人類的攻擊力2.5倍 無視燃燒敵技喔 那另外一個技能的話是...呃...等於是... 火的那種感覺 好那將火跟人轉換成人族珠 兩回合內點燃敵方全體 並且將敵方無法控制... 呃...敵方無法行動 變成火屬性這樣子 好那右方的三子行手批掉落火珠 最高一樣是消坦乾淨的話 就可以掉落15顆火珠 好火屬性及人類攻擊2.5倍 將移動所碰到的凍結珠給解凍 畢竟在原作中大家有看到 就是有看過的話應該知道就是... 他呃...一開始不太願意接受他的火的個性嘛 直到後來就是新防解除了 然後之後他終於可以用火了 他才完整了他 所以他這個解凍的一個感覺呢 也是有還原到原作的喔 好那這裡大概是三大獎的一個詳細介紹 欸...這邊還有一個...沒有沒有 這邊還有這個...忘記介紹這個... 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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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念算了...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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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這裡的話他有一個隊伍技能 他作為雙隊長就可以觸發兜 他作為雙隊長就可以觸發兜 戰友轉成火屬性 所以你副隊長就變成火的 然後火跟水互相兼具輻出效果 水集火兼具五差的新輻出效果 合機消除六粒以上的水火,全隊攻擊2.5 合力消除12粒水火,全隊攻擊力2.5倍 所以你消12粒水火的話就可以到達整個最大的一個倍率 水屬性追打火屬性,火屬性追打水屬 每回合最底一橫行轉三水三火 將我方所受的水火傷害敵方的傷害減50% 變成我方的生命力 所以這一隊大概就是你要盡量多消水火豬 就可以觸發一個最大的一個倍率 好,大概介紹到這裡 以上就是三大獎的內容啦 大家有沒有特別喜歡哪個大獎呢 也都歡迎在這部底下留言 那這一次的合作呢 會有推出專屬的角色武裝龍科 這個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整體看起來這三大獎都蠻值得抽的喔 所以大家有石頭的話,的確是可以投資在這三大獎上面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不要忘了看一下你的對愛鈕 以及關鍵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絕對稱呼你 我是Hulk 我們下部影片見,謝謝大家,掰掰!